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东坡雪莺 雪莺啊 你倒是说说 超凡战那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为何要对同门师兄下毒手啊 东坡雪莺 你要是还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好好回忆那天的情景 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奇怪 这里跟之前不一样了 因为超凡试炼装置并未打开 所以看上去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证明雪莺清白的证据啊 不要乌鸦嘴了 要是找不到啊 你就不准出去 这样 我们分头找一找 嗯 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这些天关押你 是要你对残害同门的恶劣行径有所反思 想不到你如此明瞒不灵 什么明瞒不灵 我告诉你们 我哥没有 怎么是你 东坡雪莺呢 松开 我再说一遍 程庸根本就不是我哥所杀 你们不调查清楚 就随便抓人 这分明就是电暖黑白 你口口声声地说 崔庸不是你哥所杀 但凡是要讲究证据 证据呢 你要证据是吧 一定会有的 你等着 是四伯容了 伯容 雪爷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今日前来就是想跟大家证明 我没有杀死崔师兄 不是你杀的 难道是我弟弟杀的 不是 崔师兄和伯容的死 都是出自魔族之手 我就知道 徐是靠本领成为超凡的 他对我们都不错 不会对我们下手的 在崔庸死的当日 我们对他的尸体进行了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异状 如果他死于魔族 我们这些元老 不会看不出来的 刺控管主说得是 但崔师兄身亡 是因为魔火侵蚀心脉而至 而并非普通的魔化而死 魔火侵蚀心脉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个时辰之内 没有发作 就跟普通人无异 所以即便有弟子魔化而死 也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我想 魔族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让我们之间相互猜疑 静修 抱歉 这的确是魔火侵蚀 魔气进入体内之后 中了魔毒的迹象 当日海神宫大战 我很多死去的弟子 也是这种症状 各位元老 你们再仔细想想 他们之前并没有任何症状 可过了二十四个时辰之后 他们现在蹊跷流血 这不正应了魔火侵蚀心脉 唯一的症状吗 我很开心 我的第一缕斗窃 是你给的 我的信心和信念也是你给的 没有你 我什么都不是 没有你 我成为不了东坡学阳 所以 谢谢你师父 我一定会成为 你最自豪的弟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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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莹 难以想象 你已经承受了这样的痛苦 我带你回家 你伟命都带你回家 我带你回家 我带你回家 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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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这心灵来说的苦 千倍万倍都还回来 这可是你自找的 拿命来 招法 捆强化下漫无盛世 屁肩 你远处了 这些刀进口 如此屁灵 利贵流远 能忘记成为外规 无格 强谱 见现 那是生物 远远 这时只难料 不正曾既艰辛 就算再放 跟着心情 惊人 都难兴 干活不坚持 是面朝不再无间 是混乱 是不当地面 现场 我们的徐殿 只要我们的漫画 曾直到流传过了 又是刻下固执 新的路 白人终止不反复 不惧天地被露 小我一身正寂 任命无够 换下赵七万都算 竟无惧不可 越是暗中娘会过去 为了他 赢得以后的伤力 白人 心痴痰 红尘连锋芒 看那场 像火箱才长 一场 听到你归场 故事又一场 却能 只等着身上 真重唱 你现在就想进入 新火宫 你有那个能力吗 是 以我现在来说 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娘被魔族带走 新火宫是对抗魔族 最强大的力量 我想加入新火宫 找到魔族的根据地 救出我娘 你是说 墨洋云 被魔族带走了 是 在我夸要救出我娘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面具人 就是他 带走了墨洋车和我娘 我看见 是 我 是 我 是 我 我 我 是 我 我 我 死罪了 死罪了 如此看来 墨阳臣把你娘关了那么多年 并不是墨阳家族的家务事 而是 魔族计划的一个环节 一定是因为 太谷血脉 太谷血脉 对 太谷血脉是唯一 治神于死地的一种力量 你娘拥有这个力量 现在被魔族带走 恐怕会凶多吉少 师尊 莫阳琛勾结魔族 害我下族子民 我们不能放过他 这件事情 我会跟元老会商量 让龙山楼发布通缉令 全程搜捕莫阳琛 我们对待这个叛徒 绝不顾惜 我一定要找到 隐藏在星火宫内的 魔族间隙 请司空关注 立刻帮我加入星火宫 星火宫的考核 非常苛刻 必须得打通百战密室 才能显示出 你有更高的能量 有资格进星火宫 我现在能试一试吗